一个SPIN是PLACE,就是去哪边玩,然后去吃什么 OK,PLACE跟FOOD,所以我宣告两个物件,然后连接两个元件 我想这个部分跟前面一样,所以应该就不用再赘述了 比较需要讲的部分就是说,我的FOOD的部分是用那个属性的方式加了 已经加进去了,可是PLACE的部分我把它删掉了 没有加,所以将来下拉选单,它不会自己加进去 那我要怎么样透过程式的方式呢,把那个什么呢 把我的清单加进去,好像上个学有讲过了 不过可能大家应该淡忘蛮多的 其实如果要把清单的东西加到我们下拉选单的话 必须要写总共有三行程式 要写三行程式,第一行程式的话呢 就是用什么array adapter 这个array adapter比较特殊一点 这个array adapter就是我要预先怎么样呢 把我的那个清单的资料先放在这里面 放在里面之后的话呢 再把它塞到那个spinner里面 必须有等于是两个步骤了 要先放到这个清单里面 再放到spinner OK,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必须要先宣告它array adapter 后面记得一个,给它一个问号 那这个部分的话是参考它给我们的说明 给它一个问号 OK 也是清单里面的这个资料形态 你可以给它一个问号 那名称的话呢 我们宣告一个物件名称叫做adapter place 然后怎么样载进来 利用这个array adapter呢 你就怎么样呢 点一下 它会出现 其实这个地方不需要死 对了 点一下之后的话 它会自动跳出什么呢 一个 其实方法很少 array adapter的方法就是这几个 create from resource 就一个嘛 所以你就选它enter enter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就是填空题 第一个 它问你说 你的那个context容器在哪里 就是什么呢 get application context 第二个问题说什么 你的那个资料在哪里 资料在哪里 资料在r 点一个大r 打一个大r之后的话呢 再来 大r点 点什么呢 点array 因为我们有个阵列 已经在清单里面编好了 电 然后会出现什么 place 就是在这个清单 因为我是建立在资源档里面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已经载入了 第三个比较麻烦 第三个就是说 你的外观长什么样子 这个地方就跟那个 预设属性不一样的地方 外观我们可以制定 如果说呢 你没有范本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 anjoy内建的范本 那anjoy内建的范本 特别注意也不用死气 你就是anjoy 如果以后你看到anjoy开头的话 就是anjoy内建的范本 他问你说 你的范本 你的范本